嗯 嗯 剛剛有提到一個後悔這件事情 我做廣告做了三十年 常常就會有做市場調查 有一次我們到養老院的時候 去跟幾個八九十歲的人聊天 然後他們都對我說 記得不要讓自己後悔 我就開始思考我後悔了什麼 17歲的那一年 我很想花花 然後也想當個畫家 但那時候被家庭阻止 所以我就放棄 接下來就開始思考什麼樣的東西 可以讓我跟畫畫類似 然後又可以賺錢 所以就做了廣告 廣告這個行業呢 它跟藝術也有點關聯 它必須要跟藝術、音樂、攝影 一起做合併的 那就這樣從20多歲 一直做到現在的50歲 廣告這個行業我非常熱愛 但我心中還是有那個後悔 因為我沒有做我想 夢想中想當個畫家 所以在51歲 我改變了一切 我告訴我自己 我要做一件我想做的事 我應該會做的事 所以我才能夠做到